ADHD影响3-9%人口 成年人更易焦虑及忧郁 根据英国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est心理学家所领导的最新研究指出 具有高度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症状的成年人 比具有高度自闭症特征的成年人更容易经历焦虑和忧郁 这项研究首次表明 ADHD比其他神经发育疾病更能预测成年人的不良心理健康结果 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疾病 其特征是注意力不集中和过动、冲动 据估计 这种情况会影响3-9%的人口 到目前为止 关于ADHD对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资讯一直很匮乏 更多的研究集中在自闭症对忧郁症 焦虑症和生活品质的影响上 因此,患有ADHD的人往往难以获得应对症状所需的临床照护 研究团队希望他们的发现将引起对ADHD的新研究 最终改善患有这种疾病者的心理健康结果 巴斯大学的首席研究员Luca Hadjetai博士表示 科学家们早就知道自闭症与焦虑和忧郁有关 但ADHD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 研究人员一直努力从统计学上 区分ADHD和自闭症对心理健康结果的重要性 因为它们经常一起发生 研究目标是精确测量ADHD人格特质 与心理健康情况不佳的相关性 同时统计自闭症特征 Hadjetai博士提到 这种情况影响了许多人 包括儿童和成人 有更多人愿意谈论它的事实值得鼓励 希望随着意识的提高 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更好的资源 将支持患者更好地管理他们的心理健康 据了解 这项新研究是巴斯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 卡迪夫大学 以及伦敦国王学院之间的合作努力 近期发表于著名期刊科学报告 Scientific Reports上 该研究使用了来自英国的 大量全国代表性成年人样本 所有参与者都完成了黄金标准问卷 一份关于自闭症特征 另一份关于ADHD特征 ADHD与焦虑和忧郁的关联更紧密 研究人员发现 ADHD特征高度预测焦虑和忧郁症状的严重程度 ADHD特征水平越高 一个人经历严重心理健康症状的可能性就越大 通过创新的分析技术 研究作者进一步证实 与自闭症特征相比 拥有更多的ADHD人格 与焦虑和忧郁的关联更紧密 研究结果表明 研究和临床实践 必须将一些重点从自闭症转移到ADHD 这可能有助于确定那些最容易受到焦虑和忧郁困扰的人 以便采取预防措施 例如支持儿童和成人管理他们的ADHD症状的方法 可以更早地到位 以对改善人们福祉产生更大的影响 根据巴斯大学心理学副教授Punet沙博士的说法 这项新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面向 是他促进了对神经发育状况的科学理解 他表示 透过解决先前研究的缺点 本研究提供了有关成人神经多样性 与心理健康之间复杂关联的新资讯 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领域 沙博士提到 现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深入探索 为什么ADHD与不良的心理健康有关 特别是在可能驱使具有ADHD特征的人 出现焦虑和忧郁思维的心理过程 他强调 目前缺乏ADHD研究的资金 特别是心理学研究 当将其与自闭症相对较高的资金水平进行比较时 这一点尤其明显 随着证据表明 ADHD不仅仅是一种儿童疾病 而会持续一生 必须调整研究计划 以更好的了解成年期的ADHD 英国神经多样性基金会的Tony Floyd博士 在评论新发现时指出 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 与成人ADHD相关的心理健康和病症的风险增加 这是潮著认识到未经管理 治疗ADHD更广泛影响迈出的一步 希望这项研究将促进在此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 也希望这将导致医疗保健服务设计和提供的改变 健康生活编辑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